都女人珍寵要靠這一位 它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 生育之光 家傳的喔 助孕的是不是 助孕的 助孕跟那個 妙狂 好 為什麼 產婦會有一點憂鬱症 我會設計用這個紫妮 這有點像那八寶糕對不對 滴雞精 這麼多 吸在上面 吸在裡面 趕快看一下 好香喔 這個就是非常純粹的滴雞精 很簡單耶 大家好 我是雅芳 觀眾朋友今天很剛好 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有個專家 都是女生耶 那我們今天要講一件 不難是嚴肅的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一定要輕鬆 而且我們說有壓力 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會順適 今天要說什麼 不是要 冰 上課老生 有 上課老生 好 上課老生請她手 什麼東西 好 先一趟 老師 你最老生 對 有什麼呢 因為我一年 結婚一年不到 我就兩個小孩 她有說她一年生兩個 對 年頭 我應該也有兩個小孩 年頭 年味 那誰生個最快 等一下告訴大家 好 趕快歡迎專家 我們鍾醫師 鍾仁的醫師 大家好 好 宋明華營養師 大家好 好 我們要恭喜她耶 對不對 新手媽媽 剛剛新上媽媽 最嫩的一個 最嫩的一個 但是她的經驗 應該也比較不足對不對 對 可是她的先生 因為是鍾醫師啊 可以應該調得很好 她們中西合併耶 對 那是不是很厲害呢 好 另外是我們美女主廚 萱萱 大家好 萱萱是我們裡面最年輕的 對 小寶寶是六個月嘛 六個月 我們來講一下 那誰生的最快 誰 我真的算生最快 比快 我最快 為什麼 因為我陣痛只有兩分鐘 兩分鐘 好幸福喔 兩分鐘之後 那時候我在台大租了最大一間 想說本人第一次 我不好意思說老娘 本人第一次生小孩 我租了一天 因為一個晚上一萬塊錢的一個 哇 那一位人錢要搞壞人房 你們很像 所以她女兒很會幫她省錢 你們很像 母豬母牛在身邊 一個人一床對不對 我不是 我是一個人一間 還有話 還有小冰箱 就再進去 兩分鐘之後 去上個廁所 還沒想錯就生了 然後她就忽視說 小孩沒心跳了 小孩沒心跳了 所以我小孩是沒有心跳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一個想法是說 浪費我九個月 她竟然是真的想 我跟你說 還沒有生出小孩前是沒有母愛的 還沒有靠小孩前都沒有母愛 結果我就握著醫生的手說 醫生麻煩一下 只要好好讓我 慘出來之後 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我就 就昏了 所以我想 症痛兩分鐘 很痛 我記得 我現在不忘記多痛 可是我記得 我一定要告訴我自己 以後不要再生 真的還蠻痛的 就兩分鐘 那之後我就生出來 小孩子一出來之後 沒有心跳 在台大過程中 就是插管插了非常多天之後 她因為 因為待會兒我再講原因 就是之後 她是活回來了 現在活到16歲 是這樣子 挺挺玉力了 對 是的 那所以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說兩分鐘 應該算快吧 快吧 但是我現在是來報恩的 來報恩 是報恩的 兩分鐘幫你省錢 是是是 對 太好了 以後有個伴子又來笑 我的也是餓 但是我是兩天 兩天好久 沒有心跳 主要是因為我是去催生 因為太大了 所以妳後來是自然產還是 自然產 因為我那時候 在超應部的時候 就已經3500了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說 你這個至少還要兩週 因為我是希望自然產 所以我就覺得怕太大 因為越大會有一定的 3500算很大了 對 而且當然會有誤差 對 然後後來我覺得說 那我就跟先生討論 覺得說已經成熟了 超過37週以上了 然後我想說 那就去催 結果我沒想到 他真的就讓我吹了兩天 對 催生很痛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是不是很痛 很痛 因為他會打藥 所以就是讓他就子宮收縮 然後後來就生出來的時候 真的還好我有去催生 因為他4000多 如果再等 我跟你講超音波照的時候 都看不到 都比預估的 出來的時候都還要大支 對 真的 4000 4000多 不過這個媽媽厲害 太厲害 自然產了對不對 有裂到快肝門了 我懂 我也有這個慘通經驗 對啊 很厲害 那我們另外中西合併 還有是萱萱嘛對不對 萱是 先生另外一半是外國人 對 外國住室 是 你年輕應該比較順利吧 我其實還滿順利 因為我 應該是說我的 因為我固定在運動 所以我運期 運前 運中運後 都有定期在運動 上產台不到五分鐘 就一二三用力 就出來了 那很厲害 那最厲害 最厲害 你31歲生寶寶是不是 對 那這個年齡還差不多高 但是你看他那麼順利 所以觀眾朋友 你先媽有信心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老媽媽 不是啦 媽媽 老手媽媽 對 老手媽媽 我也是二 可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孩這樣子 兩個小孩 好厲害 等一下 他有獨家的畫面 讓我們大家 他說他餓餓 對不對 好 不過有一位 媽媽我們不得不佩服他 很厲害 閃亮三節麵裡面的小禎 他3月9號剖腹生產 但是你知道 他生一個寶寶多麼不容易 因為他的體質不適合懷孕 他有海洋性 貧血 子宮肌瘤 巧克力囊腫 是目前婦女最常見的疾病 懷孕9個月讓他受盡折磨 很辛苦 這裡面如果其中有一個就不容易 他是三個 對 好是不是 周醫師 巧克力囊腫我要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巧克力囊腫 它本身是在一個卵巢 我們子宮內膜異味 或子宮肌腺症 它是在懷孕之前 醫生就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小禎 你可能是不太好懷孕 是連懷孕都懷不出來的 我就是有巧克力囊腫 對 是 而且尺寸還滿大的 大概五公分多 就是在左邊的卵巢 所以其實那時候醫生也是 不過很多醫生 每個醫生其實講法都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說 還是有的 你試試看 你的巧克力囊腫也懷孕 對 但是有些醫生就會跟你講說 因為我在左邊嘛 那每個月排卵的 有可能左邊有可能右邊 左邊右邊不一樣嗎 對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這個月正好是左邊排卵 那你可能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對 應該排出來的卵子品質 也不會太好 但是有些醫生會給你信心說 你還好啦 你就順其自然 還有很多 還是很多人巧克力囊腫 也都順利懷孕 所以其實有這個問題了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我媽媽她就是有巧克力囊腫 她跟我說她以前年輕的時候 是很努力想要懷孕 後來也懷不出來 那後來懷我哥哥 我哥哥 我哥哥懷完之後 她囊腫還在 醫生就跟他說 要拿掉 如果沒有 醫生說如果你繼續懷孕 接著生 馬上那個囊腫會自己不見 醫生是這樣的嗎 那不是 應該是說巧克力囊腫 其實它會隨著你每個月的 月經週期 有可能會慢慢增大 因為月經又會沖血 所以有可能會 所以等於說 你懷孕的那十個月 正好那個就有點類似 冬眠的狀態 它就可以維持在一定的尺寸 不會再慢慢變大 但是等到你懷孕結束之後 你又開始有月經了 有可能又會因為每個月的沖血 它又會越來越大 對 那當然很多人就覺得說 那你懷孕的時候 尤其是剖腹 他可能覺得說你順便處理 那如果比如說像我自然 就沒有辦法說順便處理掉 那到底可不可以和平共存呢 我們請周醫師來跟他講 包括了這個巧克力囊腫 還有就是女生很多子宮肌瘤的問題 到底要平常怎麼樣的注意的話 肌瘤才不會 或囊腫才不會長大呢 對 當然 因為肌瘤和囊腫 它並不是得腫瘤或癌症 所以跟它和平共處 是一個最正確的 算良性腫瘤 而且它是一種內分泌失調 我們把肌瘤當作 它就是一個肉瘤 長在一個肌肉層或肌膜層 囊腫就是因為你的子宮內膜 沒有辦法全然的崩落出來 所以它逆流到了卵巢 或逆流到了腹壁 到了腹腔 甚至有人到肺部 所以它每次月經來的時候 它是吐血不是流血 它是下面流血上面吐血 因為它內膜已經意味到了 肺部的時候氣管 它就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總結來說會發現 如果說你很喜歡吃一些高脂肪 或高濃度的一些起司 或焗烤的 或是說你每天都喜歡吃一些生菜沙拉 生冷像瓜果類 或是竹筍大白菜 甚至你喜歡吃很多的海鮮 像蚵仔 牡蠣 蝦子 是有殼的那種是嗎 對 因為還有像這些雌激素 比方說像山藥 蜂王乳 月見草 還有一些雞稿丸 對 有些很愛吃雞 佛這東西 對 這個會發現說 因為其實你的荷爾蒙接受器 比較多 我舉個例子 雅芳如果說你身體上 只有帶一百個雷達 可是我天生 我媽媽給我一萬個雷達 所以例如說 你對於這些像雞稿丸好了 你吃十個 你可能只會吸收到一個 可是我有一萬個雷達 我一吃我就整個吸收了 我的肌瘤自然就變大了 而且我的長大機會 就不是在 所以你那種體質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你吃山藥吃很多不會 我吃山藥一下子就會有 對 就會有 但是我們後來總結到 到後來發現 還有一個問題是發炎 還有氧化 還有一些就是一個 抗壓的生活是一個比較好 壓力啦 因為有些人他吃素 我們病人是他從出生到 到現在都吃素 他生了小孩生兩個 問題他的肌瘤已經開過了三次 每做18公分以上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高壓力生活 或他喜歡吃糖類的 像是澱粉 或是像是手搖杯飲料 或是說吃這個來紓壓吧 是的 真的 所以他的情緒管理 還有情緒壓力工作 也會造成他的肌瘤變大 可以補嗎 補 這東西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說你是一個比方像我 我要提出一個建議就是 像我那時候生產 胖了快25公斤 我到了快80幾 對8幾公斤 這種人如果說你有肌瘤的話 你很容易產生脂肪的堆積的話 最好不要補 因為你比方是屬於彈濕體質 你身體很容易代謝會不好 屬於這個 對 或是屬於血淤體質 你吃了四五湯八針湯 十全大補的話 你比較容易會誘發到的 但是有些人他真的還滿適合補的 他就手腳會冰冷 他手腳冰冷的時候 他反而是一個末梢循環不好 他吃點四五八針 他反而會抑制他的腫瘤變大 因為他會讓他代謝變好 他每個月的一個血流量OK的話 他的內膜異味 就巧克力囊腫就不會 那麼容易變大了 所以有些反而是巧克力囊腫的 某些手腳冰冷的 氣色很蒼白 容易腹瀉的 他反而是適合吃一點點的補的 好 那如果要補的時候呢 最好先補一下知識 譬如說請中醫師或請醫生 給一個建議之後 要不然也許我是適合八針 你適合失誤 他可能吃全 比較好 像我那種胖子吃的四神湯 所以你四神就好了 四神就好了 對 我什麼都不用了 總之還是可以補就對了 主要是讓我們子宮暖對不對 可以孕育比較好的體質的下一代 但是我們講的女生生孩子 真的是不容易 那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帶來一個 你看似很平凡很簡單 但在古時候 卻是後宮真寵 要受孕的時候必須靠這一位 到底是什麼 關鍵部你前面不要走開 也許你現在正想準備 或是你的媳婦 也要準備生孩子 妳就要看 後宮女人真寵 要靠這一位 她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 生育之光 愛條燻出來的一個熱度 家傳的 助孕的是不是 助孕的 助孕跟那個廟狂 好 還是我 加油 幫我讓您健康 恩自發 好 今天我們要特別關心 應該說幫大家做人成人 是 朋友 你現在趕快跟我們小小方 一起來合照 然後推三個朋友分享出去 我們就送你這個 潮包 而且健康症可以帶得走 這 裝小孩的尿布應該OK 我剛剛講我們奶瓶 可能會 對 奶瓶可能會 尿布的中間破掉吧 塑膠的就可以 對 總之就是說 你把它包好就對了 這個是萬用 謝謝紅圓紡織幫我們贊助 這個健康小方的這個潮包 好 送給我們兩位新鮮觀眾朋友 趕快跟小小方在這邊 等一下又不時出現了 跟他拍個照 上傳要分享出去 好 有請周醫師來幫助我們 對 做人成功 其實要是我是剛才電視觀眾 我大概想要把那個電視打破 因為要是我是不孕症 或是我有懷孕困難 我感覺 我們四個在囂張什麼 我們五個在囂張什麼 沒有耶 不是 因為很多人真的是男生 他這個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是對的 對 因為他真的努力 因為要跟人家輕鬆 但是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本來是一件嚴肅 可是我們要輕鬆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有壓力 很多事情就不順 對 所以我要改變 我們改變一下電視觀眾前面的關鍵是 其實我們在懷孕前 我們必須要做到這些事情 會讓你的壓力減少很多 這很重要 因為不管是台灣也好 或全世界 事實上不孕症的人數 還是維持1分之1到 快要1分之1的一個人好 所以是很多人是需要準備後 才會懷孕成功 而且生育年齡一直在往後延 也不見得出好事 所以我們發現就中醫有一些是 我們要把廣寒冷宫 變成暖宫法的一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如果我們要中醫 調養然後改善體質 可以去增加懷孕機率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他真的是 每天在冷氣房辦公 他然後又像我不運動 又喜歡喝手搖杯 或是他的睡覺又很晚 然後剛剛你還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說 比較沒有在吃蔬菜對不對 就買了 像便利商店很多 現在都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 對 就這樣吃其實會越吃越好 對 有時候你會把一個 生冷蔬菜改成 用暖沙拉 溫沙拉法的話 或是喝一點熱湯 會讓你的機率是可以增加的 那第二就是我們用一個 艾草溫酒法 艾草溫酒 艾草溫酒 對 好 這個艾草 這就是我們現在這節目在錄的 播出的時候 剛好差不多是接近清明 應該是到清明節之前 剛好這是艾草 對 從那個季節的時候 艾草它長得一棚像芙蓉一樣 這艾草本身它是可以通十二經絡 對於我們的一個條經 十二經絡 都是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被雅芳這艾草 所以怎樣 這個可以當艾草來燻 呸 怎麼可能呢 真的可以啊 不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那為什麼後宮女人珍寵 要靠這一位呢 就不知道她很厲害啊 怎麼樣 煎草 煮雜或燻 怎麼樣都可以 人家孟子在很久很久 我忘記孟子哪一代的 孟子那一代就說了 你若是 對 七年之病要求三年之愛 你這個是一天之愛 沒有辦法用 我們必須把艾草曬乾之後 經過三年的曬乾存放 三年 對 它本身的揮發油 都臭破了啦 那臭破一起 它是揮發掉不好的艾草油 剩下東西才變成我們說的艾草 那是濃縮的感覺 濃縮 對 所以這叫三年愛 五年愛 這才可以用好不好 什麼綠色 不是這樣子喔 綠色變成有沒有 黃色才可以用的 可是說一次 我曾經看過有人就是這樣 比如說自家種的 它洗一洗也沒什麼農藥 然後它就摘比如說一兩片對不對 對 然後就泡那個熱開水 加紅棗耶 這樣也可以養生 可以 它可以去排毒 可以去除燻 而且會有些精油的成分 對 像排毒除燻是非常好 對腸胃也很好的 所以如果要吃要喝的話 生的是可以 但是要燻的話 或暖工是要這個 一定要曬一年 兩年 三年到五年才可以的 這是有差別的 是的 對 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示範一下艾草 艾草就是你要去買 好 怎麼用呢 對 你要去買這個對不對 這是要中醫師幫忙吧 這種東西居家用到還好 就是我們可以用打火劑 這個我也有用過 對 也有用過 你就要安胎對不對 我們安胎那時候 就是也是要住孕的時候也有用 住孕的時候 對 因為你先生是中醫師 對 有點是暖 這個就像中醫師講的 我們腹部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就放進來了 我們的一個愛舟瓶裡面 當我們在訓的時候 肚臍 肚臍叫神雀雀 對女生的一個包公虛寒不孕 或男生的一個金蟲術稀少 所以男生的金蟲如果少 那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 我們就用我們躺著 要以躺著的姿勢 躺著的姿勢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肚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太熱的話 我們會加上一個浴環 用浴環放這邊之後 現在這個真的很方便 走到這邊了 那浴環粉很貴啊 不會啦 這是 這個算是大理 應該是花蓮 花蓮的大理石做浴環 這樣燒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在這遠紅外線 有點間接加熱的感覺 就對了 這遠紅外線會在我們的皮下 它會食為米地出 它會產生一個末燒汗 會循環的循環 它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 生育之光線 所以這個東西是 這種光 這種遠紅外線 是一種非常適合 生育的就是屬於愛條 燻出來的一個熱度 是 所以這並不是一般的線 是遠紅外線的 好 那重點來了 什麼時候燻 什麼人不能燻 有時候像我口乾舌燥 或是你嘴巴口舌生瘡 或眼睛已經長一些真眼的時候 我們建議不要去燥 燥的時候不要燻 對 要燻 但是如果說我現在是一個 手腳冰冷或冬天 我可以多燻一點 甚至我在月經來的筋痛 或是腰酸的時候 可以燻一下 腰酸也可以 是的 或男生上班的疲勞 都可以燻一下 大概一天大概是15到20分鐘 甚至有時候在一個不孕症 我們會建議他 一天早晚燻兩次 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 好 這是後宮女人 爭寵全靠這一位 原來就是愛草 要是三年的 三年到五年都可以 到五年的愛 好 所以男生 女生都適合 還有我們再來看 回到剛剛那張字卡上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暖宮助養食補 對 有關於比較起陽氣的 像韭菜或香菜裡面的揮發油 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你在一個 就要想要暖宮助養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吃一些雞胸肉 你可以增加你的紅肉 像牛肉 羊肉的一個比例 這時候是只要補充了 但是盡量不要吃到烤牛肉 或是說像是煎得很焦的牛肉 OK 我們把紅肉和羊肉鐵質 和裡面的葉酸補充到 甚至像有些像生薑肉桂 都是非常好的 對於循環還有溫筋散寒好東西 那核桃和花生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裡面 只有含有部分的雌激素 也是一個幫助助孕的一個食物了 OK 是的 我們回到一個適度的 減肥和這樣運動式 減肥的運動 那時候我記得 我自己本身是胖 才快二十幾公斤 我發現說其實在我的腰椎 還有對於一個末梢 還有小腿的靜脈的一個情況 就是比較不OK的時候 其實我在懷孕前就是有一些狀況出來 甚至在懷孕中間 就有一些腸胃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在懷孕前的時候 你可以增加你的運動量 去讓你的一個子宮卵巢 活化和年輕化 謝謝周醫師告訴我們 在拍一拍 那我們一開始他就自告費用 不是這樣就自己說 大聲說他很會生 對 那賢醫老師呢 在我會生的 先分享的是我們獨家 曝光的一張照片 你看 36年前好運到 懷孕老師獨家具現 雙保同框 你生雙胞胎喔 雙胞胎 你們家有那個嗎 有穿嗎 沒有 因為我先生說他只要兩個就好 那我說我能一次生他 一次生完兩個也就OK 就不小心就真的兩個 來…大家一起看一下 這是現在的懷孕老師 這是36前衣 你看 是你嗎 是我 我看怎麼會像呢 你們看得看清楚嗎 看到嗎 是像啦 而且顯雅老師沒有差太多 對 哪有差很多啊 明華有 這樣用現在腳那張 更像 這個 這個笑…沒有 對… 燦爛的笑容是沒有差多少 臉其實… 我覺得沒有壓力 我們因為那時候只是想說 要生兩個 那壓力就沒有 就… 其實我結婚兩個月就懷孕了 這是你懷孕的時候在畫畫喔 對 要拍照嘛 我們那時候聽 你看 對… 我覺得真的是這種人就很假掰 很假掰 聽電台的那個什麼 音樂 對… 愛樂電台才叫我們變成這樣 然後再畫國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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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 沒有人家用心兩國 我真的有聽苦啦 果然耶 我真的有聽音樂 然後每天都是這樣 好棒喔 所以兩個女生嘛 兩個很好玩 兩個就是不用你照顧 因為他們兩個早上起來 就是兩個會面對面 就先玩沒有哭這樣 真的喔 很好… 所以加油… 所以我都常跟人家講說 你要是生一個 你要趕快再接一個的話 兩個同年齡 是啊…真的 好好戴喔 真的 那如果不好戴 可以給你戴嗎 可以… 他現在可以… 真的… 不然你來給我戴好了 對… 我跟你講真的… 還要想要生第二胎 不要想說我要拖幾年 千萬不要… 不要… 你一定要接著生 這是我們的… 我覺得差不多間隔一年好了啦 因為你還是要休息一下吧 對… 差不多一年之後 再休息八到九個月 運中飲食 是… 我懷孕的時候 因為我大概四個月 其實我這個 那麼大肚子是已經五個月而已 五個月就這麼大肚子 對… 雙胞胎 所以大概四個月大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來不及 因為可能會… 小孩子不夠大 所以醫生叫我說 不要再吃任何 跟小孩無關的東西 比方說我不能吃飯 我不能吃蔬菜 我不能吃水果 不然你要吃什麼 我就吃那些 我說早上才第一件事情 我跟先生不一樣 我早上起來 我的牛奶是在冰箱沒有錯 可是我的床邊一直放著 原來是牛肉乾 對,好貴 牛肉乾 就是… 等一下很貴 三十六年前 牛奶很貴 那時候一瓶都要五、六十塊 一瓶 我每天都要喝到兩瓶 你是貴婦級耶 每天都要喝到兩瓶 然後我早上才第一件事情 我懷孕吃牛肉乾 對,豬肉乾牛肉乾 但是因為它不是加工食品 對啊 那時候沒有… 三十六年前沒有加工食品 對,就是高級… 對,然後中午一定要有豬肝湯 要有一個肉、一個魚 每餐 但是都沒有蔬菜 但是它有個好處是沒有脂肪 所以蛋白質也算是一個修復性的 對… 它要想要吃就大概吃一小口 所以我一天大概吃不到 四分之一碗飯這樣子 但是吃的這些食物裡面 還有一個呢 也是燒個大碗 對 你想不到的 這一位呢 是你請教中醫師才補的嗎 不是,是我們家傳的 好,到底是什麼呢 好,家傳的喔 對,住孕的 是不是,住孕的 是,住孕跟那個… 妙框,是什麼 謝謝老師,自己開口 1,2,3,好 這什麼 乾薑片 乾薑 什麼 我們家… 我們家,我婆婆 我婆婆她因為我們是獨子 那我婆婆很喜歡 我們就是說一開始一結完就… 就懷孕了 對… 她就開始,在我結婚的時候 她就開始就是每天就是去買薑 然後切片,然後她會曬 我們家院子 那時候有院子 院子就是像曬衣服這樣 一個竹竿,兩個竹竿 就曬薑片 用那個餡這樣穿過去 那這個不是曬的 這個是把它烘乾的 可是我們家是曬的 對,現在是都用烘乾的 曬的 古早上都用香的 對,用很快 可以吃嗎 可以直接這樣吃 就泡水喝嗎 就泡水喝 或者是在煮飯的時候 就放到飯裡面 就是變成薑飯這樣 餐餐有薑 對,而且薑本身的固味暖味 都很有幫助 對於一個孕婦 或是準備要懷孕的一個媽媽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物 所以這個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我其實那時候想要三年 因為他們不是說生完三年 結婚三年生一個 再三年生一個 那時候不是都有那種家庭計劃 我其實想要三年後才生 結果沒想要 結婚兩個月就生兩個 對,兩個月就懷孕這樣子 所以這個降落 對現代一些女性朋友來講 也是一個溫補 對,可是行醫老師相對的 她的身體是比較虛寒的 所以她對於那個時候 所以她真的是OK 很有反應 對,是很有反應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薑 對,像我們吃了以後 可能會覺得口乾舌燥 比較燥熱 對,OK 好,我們要進廣告 等一下要分享的是 我們新手媽媽 明化營養師 明化營養師她有一個蜜 但是我要告訴你 絕對不是薑 那是什麼,請你猜一猜 媽媽懷孕就等於掉一顆牙 我有做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 很棒喔 對,只要梳頭髮 我整個地板全部都是頭髮 嚴重掉髮,怎麼辦呢 防掉髮的藥材 我們要請明化營養師 來跟大家分享 那營養師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保養 他只要營養嘛 所以生產過程就很順利 對不對,懷孕過程也很順利嘛 那它有一個秘密的武器喔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先看一下 刀裡是薑對不對 對 好,這對不是薑 這是什麼呢 對,這個秘密武器其實 就是在孕前或者孕中孕後其實都可以 那我主要集中是在孕後啦 可以因為要做月子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好,來什麼 黑豆 黑豆水 對,因為其實像 泡成那個 對 就泡水這樣是不是 但是這個黑豆是 我把它弄到裡面 對,我要強調的是 這個黑豆是有炒過的 對 就是生的買回來之後 然後你要把它炒大概15分鐘 就是炒到有點烈 是不是因為比較不會冷 還是怎樣 所以黑豆不能吃生的 豆子不能吃生的 對,不能吃生的 至於說為什麼黑豆是像 剛剛周醫師就有提到 其實黑豆跟黃豆一樣 它都有一些植物性的一些荷爾蒙 而且它那個抗氧化好像 對 等一下我再把它再泡一次 對,它的花青素其實也很多 很多耶 至於說像很多人會擔心說 坐月子的時候不能喝水 對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用黑豆 因為黑豆其實它本身 對於乳汁的一個刺激 分泌還有它的量 其實都有一定的幫助 等一下它脫殼之後 這顏色會更漂亮 對 但其實像你喝這個水 其實你這個黑豆 你也不見得要丟掉 你可以把它煮排骨湯 對 煮一些湯 所以其實它的利用是很完整的 都不用浪費任何的東西 所以你坐月子的時候 可以用黑豆水喔 對 喝水沒關係喔 我大概一天喝2000到3000CC 月子中心會給好多這個黑豆水 黑豆水 但是我是強調說 孕前其實就可以開始吃了 也不見得是只有坐月子的時候 才食用這樣子 而至於說我其實我懷孕的時候 好 來看您一個 對 其實我很強調的就是運動 真的 就像剛剛周醫師講的 所以你看人家那個名化營養師 他在孕前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固定的運動 對 因為其實我跟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女生來說 其實我不會很規律的運動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運動第一個就是紓壓 因為有的時候 像剛宣講的 其實有時候 懷孕會有一定的壓力 比如說每個月就期待那一次 有人好像就會比較憂鬱起來 對 會 會想很多 真的 沒錯 所以自己給自己壓力 所以我就覺得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我很開心 紓壓的時候 然後再搭配運動之後 我發覺 我以前會手腳冰冷 運動之後我反而循環 整個手腳冰冷的情況也改善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剛才 周醫師用的這個艾揪 我這個肚子這邊我都有 對 然後還有就是補充品 因為補營養 對 這個很重要 葉酸 肌醇 對 因為剛才前面提到說 我也有巧克力囊種 是左邊 而且有五公分這麼大 所以那時候其實醫生就說 你有可能排出來的卵子品質 不是這麼好 所以當然受孕或著床的情況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那時候他就有建議我說 你可以吃肌醇 來增加你卵子的品質 讓它的品質比較好 但這都是經過醫師的指示 對 那滴雞精其實 不一定要滴雞精 其實一般的雞湯我覺得都OK 就保養 只是對比較方便滴雞精來做一個 而且我自己有去實驗 因為研究所畢業就是有實驗 我就是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有去照超音波 因為我覺得照超音波 你才真的知道自己的子宮內膜 的情況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醫生 因為那個醫生我長期都有在 定期檢查 然後他說 你這個月的子宮內膜很漂亮 他說你要加油 就代表說你的房子已經準備好了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要靠你的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些介入之後 我的確去檢查之後發現 好像環境 整個子宮的環境 桌床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有進步的 也就是說這個土地 我們開始要種菜的時候 你應該先讓它 是把這個土養好對不對 對 這是在孕前 好 重點是我們來看看 在孕期當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營養不可以缺少 對 這個是非常重要 當然撇開這些先 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 一定要均衡飲食 各式各樣的食物都要吃 基本上其實 但垃圾食物就減少了 對 當然除了這個 像很多網路會流傳說 什麼東西吃的會流產或什麼 其實真的不用隨便相信 基本上你可以吃進去的東西 只要不要過量 其實對於身體 或者對於寶寶 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比如說什麼藝人 還有像什麼西班牙海鮮飯 裡面有加翻紅花 那上面就會特別注明說 可能孕婦不適合吃 可是那個古時候翻紅花 真的是要讓它流產 可能是要加非常大量 對 量要很大 而且是一直慢性慢性 一個海鮮飯裡面 可能才一兩條翻紅花 怎麼可能會導致流產 像這些有 真的不要那麼緊張 至於說除了營養均衡之外 所以不同的階段 所需要的營養素 其實要有不同 好 其實第一個階段 就是優質的蛋白質 就像剛才顯英老師 為什麼要吃大量的這些牛肉 豬肝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 你的胚胎跟你的環境 還是需要這些優質的蛋白質 來做一個建造 然後除此之外 這個葉酸是非常重要的 葉酸其實是在懷孕前 要提醒夫妻 就是如果你已經預備要懷孕了 其實請你就開始吃葉酸 不是說我確定現在懷孕了 我才吃 我記得喔 那時候我在 我懷孕其實那一段過程也非常的辛苦 因為也是比較高齡 那我記得我每天早上都會吞很多個 那種保鏈食品 那時候因為很誇張嘛 所以我隔壁的男童說 曉芳姐 你為什麼要吞這麼多 我說沒有我要 我要準備懷孕 我記得裡面有什麼 鐵劑 葉酸 還有其他的微酸 但是呢 我是亂不會吞下去 我也不知道說這個配這個 到底會不會說 會不會有產生蝦的副作文童 對 反正就吞下去了 你說什麼你就吃什麼 但是應該是說那個階段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這麼多的 尤其是你講到一個鐵劑 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第一個就是葉酸 葉酸其實它主要是我們的腦 腦神經發展很重要 但不見得一定要補 但是如果你飲食中缺乏了生綠色蔬菜 缺乏了豆脂皮 缺乏了顴骨類的食物 都是一些比較健康的食材 如果你真的吃得很少 麻煩你補充一下 我覺得現在人可能真的還滿需要 藉由一些保健的部分來加強 而至於說第二個期間 當然因為寶寶越來越大了嘛 它可能會開始壓迫你的腸道 有些人就會開始出現便秘 對 排便不順 那這時候膳食纖維就很重要了 除了膳食纖維其實我還滿推薦 大家可以吃益生菌 因為其實像國外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媽媽就是孕婦在懷孕的過程中 適度的補充益生菌 其實這對於小朋友未來 異味性皮膚炎 是具有一個預防的效果 因為我們知道像很多小朋友 異味性皮膚炎抓得很可憐 其實就可以適度的吃益生菌 我是說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可以吃一些異味性 這時候就可以加強了 而且孕期的時候 因為女性的分泌物都會比較多 那時候吃益生菌 我覺得我自己有比較改善 有差 然後還有就是鈣質 所以媽媽懷孕就等於掉一顆牙 其實寶寶會跟... 但是我要強調鈣質 因為很多人懷孕會抽筋 我幾乎沒什麼抽筋 但是我還是會補充鈣質 但是我有做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雙腳一定要保暖 我懷孕的時候是夏天喔 可是我還是穿襪子 對 它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連在錄影的時候 我看它只要在化妝間 它都是穿著厚襪子和涼鞋 它很棒 對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抽筋 不是單單學改 是你手腳太冷的時候 我們血管收縮 或者是肌肉開始變得比較緊繃 就會抽筋 然後電學當然是薄薄的一個 腦神經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視網膜 但是我要強調 這個魚油在你第三期之後 盡量就不要吃了 尤其是懷孕 注意... 懷孕後面 準備要生產的大概最後一個月 兩個月就不要吃 因為這個魚油它會抗凝血 有些人它可能懷孕過程 都會大出血液 對... 這時候有一定的危險 所以這個是在中期可以吃得到 第三期的時候可能就 量就要開始慢慢減少了 而至於最後一期呢 其實像剛剛雅芳講到的鐵 鐵 因為這時候其實懷孕的過程 包括生產的過程 包括哺乳的過程 其實我們身體會流失非常多的鐵 所以這個...而且這個時候 寶寶越來越大 它的血流量越來越大 它會跟你搶鐵 所以這個時候醫生通常都會開鐵劑 或希望你多吃一些牛肉 紅肉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鐵 為什麼你剛才第一期就說 我有補充一些鐵什麼 對... 因為這個鐵劑吃太多會便祕 對... 懷孕本來就是已經是一個便祕的 高危險群 你又吃大量的鐵劑 會讓你排便更不順 所以這樣... 而至於說軟鈴脂 其實也是薄薄發育很重要 那當然平常我們在譬如說蛋黃 或豆製品裡面 其實都有軟鈴醬之類的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補充不到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補充品 好 這是營養師 他把他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懷胎的時候 不管在準備的時間 可以縮短或過程裡面 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現場最後潛的 應該就是萱萱的 那怎麼會那麼順利呢 到底是什麼幫助了他 好 來 萱萱 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秘密武器是什麼呢 好 是這個...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大家也會很期待知道是什麼 剛剛有薑嘛 對 還有黑豆水 黑豆水 對 那萱萱呢 好 今天的秘密武器是 是萱萱的 好 是什麼 滴雞雞 對 剛剛有中醫師有說到 為什麼萱萱這個是他自己弄的 是滴雞雞 好 來看萱萱 他的懷孕的過程呢 好 我覺得年紀就是本錢吧 你看 而且很好 對 很好看 很好拍那個孕婦在 對 對 剛好生活 我朋友是有去拍全裸的那種 你真的是裸 我幾乎 你看這個拍起來多性感 對啊 真的 一樣的味道 真的 就是去墾丁玩 度假的時候對不對 對 前期的時候 其實他有吃就是葉酸跟生綠色的蔬菜 對 還滿多的 然後中期的時候正常吃 正常吃 對耶 不過他這時候就補充鐵質了 對 鐵質蛋白質 好 這跟剛剛其實營養師提醒是一樣 就是說鐵質可能要放在比較後期 對 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如果說真的有缺鐵性的那種瓶血的時候 這其實在運氣中補是可以嗎 還是可以 對 但是我沒有吃那個補充的啦 我是吃食物 食物 對 有耶 鐵還是有蛋白質 對 然後雞 白肉雞 魚花 有一些海鮮耶 因為蛤蜊就有鐵啊 我看到一個關鍵就是深蹲一百下耶 對 對啊 這麼大的時候還在深蹲一百下 以前的生產每天深蹲一百下 好厲害耶 難怪他上產台 對 一天這麼快就把把包包生出來了 因為每一天你要抹那個 我很怕會有潤沈紋 所以我就抹油嘛 然後抹油的時候你就會這樣子 抹 那邊抹一下 兩下 然後抹的時候差不多 所以真的我們也有從女人 只有藍綠的 真的 學起來 學起來 不過這種方向是 是對的 因為我們在懷孕到第八個月開始 我們為了要生產順利 我們會做一個開骨動作 因為這地方 膠骨開骨打開 這樣卡前肌和卡中前肌和臀中肌 這邊打開 對 比較好順生產 不然你會發現有人在生完一個月之後 發現他的慧音還是很痛 因為他那時候生產太用力錯誤了 太用力會裂開 是 所以像學生這樣的話 變成他的產後恢復會很好 而且那時候我還有裂胎耶 對 我要裂胎耶 太久 對 最主要是要擦認真 那個油的什麼 對 很認真 收我下 一條紋都沒有 他非常努力的擦 他說比較直接 比較好生 好生 那除了你們幾位美女 順利生產之外 你其實還有會碰到就是掉髮的問題 對 當媽媽的時候有時候付出一個代價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慘痛經驗 看到時候情形都比薄菜 就是掉頭髮 對 所以你說說掉頭髮的時候 我都掉光了 暈度產後漏尿腰酸 還有嚴重掉髮喔 對 所以你現在頭髮還算多嗎 我現在那還算多嗎 沒有沒有 可是你看雅芳 你看他的第一張照片 那頭髮更多耶 你看我以前頭髮好多耶 是一大把 是一大把 我現在只要梳髮 我整個地板全部都是頭髮 你是說在懷孕的時候還是現在 我現在 產後落髮 產後差不多從第二個月 甚至到第九個月 都是一個落髮的一個黃金型 可是不是說月子做好 這個就回來了嗎 或許有人他做月子做得很好 所以他是延後他落髮 這是正常現象 請大家不要去買假髮 或做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做一個產後的落髮條理就可以了 四個月之後開始瘋狂亂掉 所以懷孕四個月的時候一直掉 一直掉 就是生完之後 四個月之後 開始一直掉 一直掉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坐月子 做得太棒 可是我也在九個月後 因為當我把坐月子 那個那麼好的資源用掉之後 我是產後九個月的時候 開始掉棒 好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怕 但是正是不用怕 專家告訴我們 周醫師告訴我們 如果說你有產後 或是在運氣當中嚴重掉髮 怎麼辦呢 好 問題 應該不是只有一位而已 好 這裡面有防掉髮的藥材對不對 對 我提供大家這五位 是我覺得精心選 精選的一個 如果你的磁激素 還有黃體素 真的在坐月子之後掉太快 它就是你帶小孩之後 你的心情惶恐不安 你知道那個新手媽媽 真的是開始很怕 我們用一個像露蓉 對 像天麻 對 像天麻 還有像紅棗 我們去掉核 還有加上一個覆盆子和兔絲 對 這四個是 對 覆盆子 好 還有兔絲子去增強你的 產後的荷爾蒙的濃度 會讓你的產後落髮 會迅速大概在一個月到四個月 它就會恢復的很快 那這是說是產後當媽媽的時候 那平常我們如果是壓力大掉髮 可以吃這個嗎 沒有關係 但是你把你的那個 兔絲子跟覆盆子去掉的話 這兩個 其實天麻 鹿茸 紅棗 就是非常好的搭配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好 那希望這個 能夠幫助很多的朋友 防止掉髮 那男生呢 男生 你有笑嗎 男生用天麻 鹿茸 就是非常好 他不僅對血壓 對於整個工作的情緒 還有對他的一個生活疲勞 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有孕育下一代 媽媽還有也要顧好健康 對 那等一下瓜哥回來 我們要輕鬆一下 支支也可以幫你做 幫你做對不對 還有坐月子甜點超棒的 產婦會有一點憂鬱症 我可以設計用這個紫米 這有點像是八寶包 對 這麼多 吸在裡面 大家看一下 好香喔 這個就是非常純粹的滴滴滴 很簡單耶 我們可以再喝一杯嗎 好 當媽媽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要補一下 對不對 那玩一個過程裡面 一定也要保持壞的心情 對 好 健康大哥組有請兩位 好媽媽 先請年輕的媽媽玄玄 好 那因為其實現在那個 市面上很多流行的 為了方便 就是滴雞精嘛 對 但是其實很多媽媽覺得說 滴雞精一盒好貴喔 一包就要六七十塊 對 買不下去啦 但是又要補元氣怎麼辦 自己在家裡做 對 好 那其實傳統的做法 自己在家裡做 你可以買一隻 像我們家就是 拳雞 對 挑公雞 因為母雞油比較多 滴出來那個 太油了 對 那你可以叫攤販幫你去頭去尾 然後他會 你跟攤販說你要做滴雞精 他就會幫你用敲敲敲碎 對 他會幫你把裡面的 骨頭都打碎 為什麼要打碎 因為骨頭打碎之後 那個骨髓才會出來 那才會營養 那你就拿一個那個 煉鍋的內鍋 找一個碗公 碗公 碗公 然後倒扣 倒扣 記得 倒扣 倒扣 有沒有看到 好 倒扣 那我們就把雞 有一些家裡傳統會抹鹽 就抹鹽在上面 對 有些是最後 最後 因為像我阿嬤她會這樣做 對 然後像有一些是最後會滴一些鹽 就怕那個雞的味道 OK 說要去那個味道 所以不要浸泡米酒 對 但是 傳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些味道 像我昨天滴的那個雞精 我有加洋蔥 對 就是洋蔥 如果你要加的話 你是加在這旁邊 OK 大家看一下 就加在裡面一隻就對了 對 放旁邊 然後放旁邊 然後如果你想要加紅棗 你也可以把紅棗就是化開 然後放旁邊 現在好像都會加一些藥材 比如說黃旗 對 或什麼 它可以化它的風味 對… 我們繼續來 這樣子 蓋住 蓋住之後 我們需要一個鋁箔紙 把上面蓋住 你最好多包個兩三層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防止 這個水蒸氣流到我們裡 的這個滴雞精裡面 對 所以我們要萃取它的濃度 很簡單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 直接放到電鍋裡面去 那外鍋放多少水 外鍋放多少水 就是放差不多兩杯 每一次放兩杯 然後重複四次 大概八杯 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對 但是記得 我們的那個鍋子裡面 下面最好墊一個筷子 或者是要把它墊高 就墊個竹筷或差 就不要直接加 不要讓它乾燒 不要乾燒 防止它乾燒 不然你的滴雞精會被燒光 對 對 那當然呢 如果你在 就這樣 就這樣喔 對 這樣好簡單耶 就是很簡單啊 如果說我們家只有一個人 或怎樣 我不要吃那麼大隻怎麼辦呢 對 不要那麼大隻 或是你家裡超市 就是買不到全雞 沒有關係 我們超市有 至少有賣雞腿 雞腿 對 那我會教大家在家裡 可以買雞腿的方式 用雞腿的方式 一樣把骨頭敲碎 對 然後用剛剛的方式來做 對 那我們這邊已經有一個 雞腿雞腿 雞腿雞 可以現場讓大家看一下 好 小心 一二三 好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食物就像 類似剛剛這樣子嘛 對 把它封起來 對 我是有封起來 下面其實有一個 還是要把它墊高的 對 有墊高的 對 好 好 把它拿起來 對 下面有個針盤墊高的 對 整個那個 這麼多 等一下看一下 雞尖是被它吸 滿多的耶 你們看到它 吸在裡面 趕快看一下 來 我先把這個雞肉取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怎麼 怎麼使用 真的 我本來以為是 整個都會反過來的 對 結果它保持在裡面了 原來那個鍋子是有這個 有好處的 然後我剛剛加了是紅棗 好香喔 這個雞肉因為這樣吃 很好吃耶 第一番雞是被吸在裡面的 先看一下這個 它是保持在裡面的 對 它還在裡面翻滾 它有聽話都在裡面耶 對啊 都鎖在裡面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把它掀開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做一個過濾的動作 一個紗固 一個濾網 把它過濾一下 好香 那其實這個油的話 你是可以放涼的時候 它的油會在上面 會浮一層 原來 對… 你可以過濾些 油脂 再把它過掉 對 它還是有點血水 有點血的那種雜質 然後我們把它過濾掉 油在上面 對 好香喔 所以就是非常純粹的滴雞精 對 都可以再喝一杯嗎 對 我們要喝這個現滴 因為你這個月子的時候 也都有喝這個吧 是不是 來喝現滴的 像我女兒那麼瘦的話 我可以平常滴給她喝嗎 當然可以像萱萱很厲害 是加洋蔥 事實上很多烤生 對 讀書的時候 你用洋蔥的滴雞精 它對它的體力和預防感冒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先滴的 有洋蔥味 有洋蔥味 洋蔥味 洋蔥味 好喝好喝 喝了這個我覺得乳汁又要大噴發了 你現在覺得很壯 很壯 我們精神也就來了 好喝 我建議大家可以把它放冷凍保存 冷凍 對 放冷凍保存是最安全的 OK 這個就一般可以再做料理就對了 對 沒錯 很棒 好 接著來個甜點了 好 我們也是簡單版的 我們今天是甜的紫米 算甜紫米糕吧 對 因為有時候產婦會有點憂鬱症 而且會有朋友去看它 給朋友吃什麼 當然一起分享我們的月子餐 是 而且這是簡單的方法 所以我會設計用紫米 紫米我這是 這個是原先的紫米 這也有鐵質吧 也有鐵質 對 金屬 對 我是洗乾淨以後就泡水 泡大概 這是泡過水 泡過水 還沒熟 還沒有熟 就是泡過水 就是比利是 假如說我是煮四杯的紫米 我就放四杯的水 一比一 一比一 洗乾淨以後就泡了它 假如說你很趕的話 用泡熱水 其實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就直接加上我們這個甜的 桂圓 我今天大概是四杯米 加上大概一百 一百公克的桂圓 那葡萄乾 桂圓下去很補耶 對 葡萄乾還要嗎 葡萄乾也要 可是假如說你不太喜歡 有點酸的話 少一點 我通常都是一半 比方說一百的桂圓 我大概加五十的葡萄乾 然後再加一個好吃的枸杞 還要再加枸杞 枸杞很棒耶 枸杞很棒耶 枸杞很大顆 對 它洗乾淨 我這洗過的 就這樣子把它拌一拌 拌勻了以後 就把那個 那個什麼桂圓有沒有 拌開來 拌勻以後 就這樣子直接 所以一定要用紫米就對了 是不是比較補 紫米在中醫 它本來就是藥米 它就是藥米 對 它就是藥米 對 我覺得 作業只吃紫米滿好的 所以老師 他剛才說的一個產後憂鬱 他為什麼要吃到枸杞 它裡面有個玉米黃素 去補眼睛 並且產後憂鬱的媽媽 一天到晚哭泣的時候 眼睛會傷得非常厲害 非常傷氣 對 耗神的時候吃枸杞是對的 拌開以後 就直接放到電鍋裡面去蒸它 蒸熟它 對 好 這個是經過電鍋蒸了之後 哇 燙燙 對 感覺這只有過年才好吃 對 這有點像那個八寶糕 對不對 八寶 八寶米糕 當甜品 對 當甜品 所以這邊有芝麻也可以拌進來 但是如果你不要那麼甜 就黑糖不要吃 假如說你可以放冰糖或放黑糖 放芝麻 然後還可以放一點黑麻油 黑麻油 對 這個是原味完全沒有甜味的 那要切囉 對不對 好 就直接咬了就可以了 可以被想了 對 好 趕快我期待 要用這個嗎 用這個用就乾淨 好 來 老師幫我們等一下 這個沒有放糖的 OK嗎 可以 沒有放糖 沒有放糖 樓體都有甜味 再補一下 本來是要放糖的 再接再厲哦 你們真的都要在爭場報國耶 真的 有確定 我已經要... 我棄權了 然後周慧師可以了 來 秀秀 先吃 你們這邊有小湯匙嗎 來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來 會不會下次來周慧師就懷孕 對 周慧... 對 好緊張哦 今天是我排卵期嗎 周慧師你要幫我們帶來好運啊 好運啊 這很重要耶 好喜歡哦 就說有人喜歡吃甜味還可以加糖 又補了這個 對 很方便 很簡單 再上一個沒問題 好 大家不要灰心哦 要再接再利弄 你一個 這很好吃耶 好吃 而且那個米粒耶 對 而且可以放冷凍 就一塊一塊的 要吃的時候再加熱就可以了 很方便 我本來想說你就是...